詞曲 李宗盛 紋身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種文化 一種形式的藝術 正如有些人 可能很喜歡買一些很貴的手飾 去製造自己 有些人很喜歡買漂亮的衣服 對於我來說 可以表達到自己的生活風格 和我的態度 就是紋身 我叫Andrew 我是紋身藝術師 對於紋身來說 其實只要我本身喜歡那個圖 而且那個圖對於我 是有一定的意義的 這樣的時候 我都會把它紋上去 我第一個紋身 紋的時候 應該大概是 我18歲的時候 去紋的 至於那時候 為何紋身呢 其實是因為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就不在這裡 那一刻就很想找一件事 去紀念他 所以找了另一個朋友 剛剛學紋身的 就這樣開始了 紋第一個紋身 當中 怎樣去由沒有 去到有完整的紋身 就是可能 我有一個想法 我brainstorm了 然後就可能會和Jaius去談 就是他會說 我想要一隻紋身 那怎樣可以在過程之中 和紋身師談到 我喜歡用什麼顏色 我喜歡用什麼線條 去令到這個紋的圖案 成為讀文語的圖案 那當中 我就是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亦都是很享受這個過程 我覺得紋身整個過程 我和紋身師的溝通 是比圖案更重要的 這個對於我來說 是最重要的一環 很多人都會認為 只要紋身漂亮 出來的效果好 其實他可以完全說 紋身師說 這裡用黑灰就用黑灰 這裡用直線就用直線 我喜歡多一點 就說我有自己的進入 跟紋身師去談 究竟整件事會是怎樣的 然後大家夾完之後 可能覺得 原來我們在這個圖上面 都可以做一些特別的顏色 這樣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遠比起你沒有參與 就是選一個圖 其實是來得更有意義的 其實如果你說 會不會有其他人對於我紋身 會有歧視 其實某程度上 你不能夠阻止別人 去怎樣想 當然 也會有很多時候 你都會經歷到一些事情 就是 其他人會給你一些感覺 令你可能不覺得好 例如可能在地鐵站裡面 有時候可能 我進入地鐵站 然後有一個媽媽 和一個小朋友在旁邊 那小朋友就會指著你的紋身 可能就會很好奇 想知道的時候 都會遇過一些情況 是媽媽 可能拉開小朋友 其實有紋身的人 就不一定是壞人 也希望不要再把這些想法 傳給小朋友